物价每天都在变化 但是有些食物我们普通是买不起的 嗨科普拉,我是科科 本期视频为大家介绍一下世界上最贵的十种食物 Almas 鱼籽酱 17万元一盒,这是世界上最贵的鱼籽酱 是由白化黄鱼制成的 盒子的外面还涂上了金箔 光是看盒子就很豪气 巧克力金箔新地 售价是17万元一杯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贵的饭后甜点 混合了来自14个国家的顶级可可 在里面还混合了5克可食用金箔 就连使用的金汤食都是相钻的 意大利2800松露 价值16406美元1000克 有着烹饪界的钻石称号 是世界上最贵的白松露 这种白松露在橡胶底下寄生很难去寻找 而且无法进行人工养殖 所以非常珍贵 钻石马蹄米酒 11万元一杯 被誉为酒中之王 在每一杯的底部都会放一颗一颗拉的钻石 喝完之后可以把钻石带走 第18披萨 79,691元一块披萨 这是由意大利著名的厨师 列纳多维奥拉制作所选的食材也是最好的 神户牛肉 这是最油脂的牛肉 每个的价格在300到1100元之间 养殖户在养牛的过程中会给牛喝啤酒 还会给他们按摩 进行全方面的照料 所以每块的价格就很高 夏威夷 Cona Natori 一瓶的价格是13000元 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水 大瓶的容量有5升 外包装非常奢华 瓶子盖世王冠的设计 这样的价格可能是神仙水吧 我们普通人也喝不起 澳洲胡桃 195元1000克 由于制作过程十分复杂 所以每年全身的产量不超过40吨 样子也跟平常的胡桃不一样 终于有颗颗能买得起的了 舍香猫咖啡 275元一杯 舍香猫咖啡也叫猫屎咖啡 一瓶的价格在300到400美元 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 产于印尼、苏门、达拉岛 是从舍香猫的粪便中提取出来的 一年的产量也不会超过500磅 酱黄花粉 3.7万元一斤 作为世界上最贵的香料 提取一磅的酱红花 需要使用75000株普通的酱红花 这些东西如果有人能买起 那一定是负号没错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点击关注嗨科普啦 每期为你科普新知识 我请点击关注嗨科普 请点击关注嗨科普